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今天要带大家来 宝藏研国际艺术村 我之前有在这边办过展览 也在这边住过 所以有一种回到我村子里的家的感觉 那除了外面那条就是可能人车共行的步道呢 其实宝藏研现在有一条新的步道可以抵达 这条寻宝步道呢就不会有车啊 然后又可以享受大自然 也有一点像小小的郊游跟爬山的感觉 一下就到了 下捷运走过来就到了 那我们去看看吧 上面的风 这边开始有姑婆玉出现了 龙猫的姑婆玉 可以遮风避雨的姑婆叶 满满的 但是姑婆玉是有毒的哦 大家用看的就好 不要把它折断 折断里面那个汁液是有毒的 很美耶 超美 满满的姑婆玉 哈喽 大家好啊 一个人在山里里面聊天 很像是姑婆玉合唱团 哈喽大家 你看满满的一大片 嗨 你们在唱歌吗 结果我听到你们在唱歌吗 姑婆玉很美 不是只是因为龔崎骏的动画 而是我之前也有收藏的一个画家 叫中山智野 然后他是画台湾的植物园 所以那时候看到他画里面的植物 就觉得好熟悉哦 都是一些台湾随处可见的植物 然后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很喜欢台湾的植物园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走在这些大自然的步道 就是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台湾的生态 然后下雨的时候看到他承接那个雨水的样子 就会觉得他是大自然的雨伞 就是很漂亮 他不是只有出现在动画的世界 他也出现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 所以雨天晴天出来大自然里走走 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哦 大家有看到保障眼吗 刚刚那段路大自然的路 其实短短的只要8分钟而已 如果你想要踏青一下 走刚刚那条路CP值非常高 那现在就是来到我非常喜欢的秋红 这里有非常特别的料理 像这个呢是姜丝烧肉那个饭 但是他已经满满的堆到 你看不到他到底是饭来面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招牌就是乳牛腱的干拌面 然后会附上这个他们特制的辣椒 非常辣一点点就有辣 但是吃了以后会非常的下饭 然后这里是我在外面都看不到的 就是一个Oreo的香蕉甜点 外面是吃吃的饼皮 就是外面完全看不到 这是一个吃起来很健康的甜点 那我要来吃咯 每一天老板献卤的部分 非常的入味 沾一点辣椒 你看这么Q弹 有口即化 那种周星驰 电影里面就是一吃到 然后就是脑海中就是会有那种 排山倒海而来跨面的那种美食吗 秋红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家美食 每次吃它的干拌面都很激烈 就是卤得很透的很有弹性跟胶原蛋白的牛肚 非常有嚼劲而且味道非常的入味 我基本上每次在朋友来吃 只要在他们点这个招牌的牛腱蛋白面 没有人会失望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充满幸福版 就像我现在一样 然后因为我之前都一直沉迷于饭面 然后我没有点过它的其他东西 那我今天来尝鲜 我来吃它的姜丝烧肉拌饭 来吃吃看它的烧肉 很好吃 小小的那种麻油山醋 然后还有姜丝 配上那个肉 你就会觉得那样肉的味道 完全被搭配的 很像被包裹住 就是那个肉的香味 就准备被浆包裹住 然后它的饭 是健康的整理饭 小小狗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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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Oreo香蕉卷麵 这个甜甜呢 看起来就是 也跟主餐一样扎实 所以如果你 可能今天不想吃饭面 你只是想要吃一个小小的下午茶的话 可以跟朋友一起点这一份 过真价实 很好吃 鲜甜鲜甜 知道没有 其实很多东西好吃 是它各种风味搭在一起 都不会冲 这个就是一个 不会冲突的 鲜甜甜点 老板 小狗 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地方 落脚跟开店 其实当初是想说 在这里除了料理 还可以结合更多不同的文创的东西 然后让料理觉得比较 特别一点 不会只是一个餐 然后大家吃饱就离开 希望他们可以多留在这边一起 大家来宝藏也 不要错过这一站好吗 这个地方叫什么 秋红 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因为秋红是我妈的名字 然后其实我的料理很简单 就是跟我妈学的 所以当初才是想说 以妈妈的名字 然后渡房 其实是台语的独房 就是一个厨房 对 然后希望有家的厨房的感觉 对 就是我很像我妈的角色 对 所以其实我们家在台南 我妈也是这样子 去对每一个客人或朋友 欢迎大家来家里吃饭 来家吃饭 来家吃饭喔 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 富贵路果实总统工作室 它现在是关门的 让我们看一下 我认识的老板在不在 走进来呢 这里有就是老板做的这个 虽然这里的空间没有很大 可是你看 它把它整理得非常好 每一个标签啊 每一个种类啊 很像宫崎骏的世界 对吧 非常的美 很喜欢看书的我看到 你看老板为了这本书 花了很多心力 我之前也有去看老板的展览 他就是把每一个人的回忆 做成一个玻璃館 然后用种子在创作 然后这边都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老板 老板就在我们的后面 老板今天在喔 老板在保障岩非常久了 所以就是 如果你有来保障岩 可是如果他刚好没有开的话 你会 没有办法走进一个这么梦幻的地方 但是只要老板有开 可是我刚刚也是怀疑 因为老板刚忘了把 要开的牌子翻过来 所以他门口算是有开 可是他那个小牌子写close 然后我就想说 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到底有没有人 就发现 如果你就是跟我一样 就是有好己心跟很大胆 就把门打开 就发现其实里面有人 只是老板忘记把牌子放过来 或者敲敲门 老板就在这里 老板你介绍一下你的空间 好 然后我们是以就是 果实跟种子为主的一个 创作的工作室 那这个空间是我的一些作品 然后主要以这边是装饰品为主 装饰品的话 就是会 一样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种子 去做成的一些小摆饰跟挂饰 然后还有像是风铃这样子 那饰品部分呢 因为我原本是饰品设计师 所以我后来就是用种子 结合一些精工 或是一些饰品配件的部分去做 它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手链下面 我们会希望把种子它最原始的那个 颜色跟质感 然后透过一些材料去把它的特色给印出来 然后让它可以成为 就是我们一些实在的饰品 或是有些比较太怕森林系的女孩子 他可能就可以接受 里面有一点点微微的点缀这样 这个山腔头 它是一个朋友在山上剪的 但是因为它是年纪比较幼小的山腔 所以它带回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山腔头已经有点破碎 因为还没有发育很完整的骨头 它是很微风化 所以这时候它就有点难过 然后我就接受了这个骨头 这是那个时候试作的作品 因为还没有想到要干嘛 所以就一直以来一还没发表 现在算是一个半成品的状态 就是它还没有表背 大家都有参加头骨 我一定是两个 你参加好像是骨头收集的基本块 对啊 对啊 一般人可能不会有这种兴趣 但我觉得身为创作者 万物都是创作的灵感 大家只要看到有植物的地方 就是会吸引我 所以大家多多种植物 也许我就会去拜访你哦 所以我觉得艺术的交流 是可以无限扩展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从大自然解释的种子 然后创造出来的这个物件 它就是我们小时候在看公体骏动画里面 回出现的场景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圆一小时候 看到的卡通里面的场景的话 可以来这边拜访阿皮 好香 很香 很香对不对 我们下去吃饭 进到村子里看到这棵面包树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尖头 然后这间店大概是我认识保障爷爷 依赖他就一直在这边 他应该是保障爷开最久的一间店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好喝的饮料 咖啡调的非常很好 然后我也很喜欢喝这里的冰茶 然后重点就是如果你很喜欢吃那种 你在生意食堂里面看到的那种 猫饭阿 或是烤饭的阿 这里的饭是非常好吃的 可以在秋风吃面 然后在这里吃饭 可以来 虽然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念错它的名字 但总之 就是 走进来看到这棵面包树 就是啦 喜欢看猫饭那个 因为有热气 所以上面的柴鱼片会跳舞 就是漫画里面常常会讲的 然后你看这种 饭熟蛋阿 酱油阿 还有跳舞的柴鱼片 先把饭 搓爆它 搓爆它 让蛋汁流下去 浇在饭里面 就会变得超级好吃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 你要破坏之后 它会产生新的味道 但你要先破坏它 好喝 好喝 这个酱油加快点 再拆了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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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的是 鱼汁 檸檬冰炸 所以它会有一点 抹茶 再一点 然后还有新鲜的柠檬片 在刚刚的这一路走在 这一路上 这一杯鱼茶 旧的柠檬 大家都说女生不要吃冰的阿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去看中医 调整 会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那我觉得就是量力而为啦 你的生理期情况真的不要喝冰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热 快要中暑了 喝点点 或是你把它含在嘴巴里 慢慢的吞下去 是可以的 什么事情都不要过量就可以了 走上来以后 大家可以立刻感觉到被大自然包围 大自然的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然后城市就仿佛在远方 就就是一条秘境 透过这条秘境 你就可以到我们接下来的 帽子 帽子